去完小津之後 我去了北海道星野陀媽毛那邊玩了幾天 這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度假村裡面 冬天必玩的活動 再看看這裡的房間有多棒 今天我住這間陀媽毛的酒店 是四人房來的 嘩,真棒,今晚自己這樣浸 爽啊 還有桑拿 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幫忙按下個Like 推一下流量 最好幫忙留言和分享 最後記得看幕後花絮 由小津直接去到破媽毛那裡 前後要三個小時就差不多 現在在休息室,先休息一休 接著就繼續上路了 去到都差不多天黑了 接著剛剛發現這個休息室那個吸煙區 風景都幾優雅 這樣看著日落 前後坐了三個小時,終於到步 這次我住的是星野陀媽毛 Liz Sonane 大家都看到了,其實外面都已經開始天黑了 帶大家看一下我在星野陀媽毛那邊 那間酒店的房間 四人房,你看 多大,有一個廳 接著你看,這裡很棒 過來吧 哇 很棒啊 有紮箔紙 還有桑拿房,今晚很棒 洗澡吧 先回去吧 先去那邊,我要跑 哇 什麼事啊 三間房 這是什麼 廁所 接著這裡 兩張床 兩張床 雙人房 這個是主人房了吧 沒錯 主人房 這個應該是浴室廁所 嗯 接著 主人房兩張床 哇 哇 正啊 這個景 大家看看 不得了啊 這個景 好了 今晚吃飯的地方 就是吃自助餐的 這個地方叫Halloween 看看那間是什麼 先吃 看完靚房 都是時候吃飯 晚餐 我就來了Halloween 這邊吃自助餐 它位置就在 水枝教堂 和Ice Village 隔離 吃完飯過去玩 就剛剛好 這個咖啡 是不是 自己可以 做的呢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好多魚生 哇 正啊 大量的長腳蟹 還可以自製魚生飯 準備開餐了 那對我來說 吃自助餐 基本上就是牛 不用說那麼多話 不過它有個蟹蓋 我覺得都 可以給它一個機會 好了不客氣了 開球 接著下一站 我們就去隔離的Ice Village 它中文名其實是 愛斯冰城 愛斯冰城 可以說是星野兔媽媽的代表作 我去的時候是零下十二度 這裡的低溫 令到星野集團 可以在這裡打造一個夢幻的冰之城 讓大家在寒冷 又日長夜短的冬天晚上 都有些消遣的活動 這裡每晚在限定時間 還會有煙花表演 住酒店有得看煙花 其實是挺開心的 我一入場 就玩了一個刺激活動 熱一下新鮮 漂亮 看來每個棚都開 每個人都在不會 拿上去,其實挺有趣的 那你去到雪地就是玩這些 都沒什麼心理準備玩這些 但到你玩了之後,你又發覺很有趣 在這個冰枝村裡面,其實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冰枝教堂,冰枝酒吧,冰枝雜貨店 以及冰枝便利店 其實這四個元素就會隨著11月正式開幕之後 是陸陸續續開的,不是一次過便會開 大概到1月至2月左右便會開 大概到3月中便會完結 每年開放的時間和結業的時間都不同 所以要看官方網址的資料 當然,如果你看畫面,還有很多東西玩 有些人會在這裡流冰 有些人玩飛索,燒棉花糖 還有可以玩雪球等等 很多東西玩,還有時間會放煙花 這個冰拉麵是1500日圓 喂,來啦,準備啦 嘩,你看看,硬到黏了的豬肉 但看真的又是軟的 好像剛剛在雪櫃拿出來那樣 好,試一下拉麵 試一塊一塊 很特別 其實它好像吃鹹味的雪糕 雪條的應該是 這個啫喱,啫喱湯那樣 因為原本你打算冰冰不好吃的 其實挺好吃的 嘩,試一下這個 那些冷的肉腸 它的味道很濃 因為它本身可能放多一點 因為冷,反而那個味道都可以出來了 OK,其實挺特別的 這裡就有明信片 有四款明信片 這裡你買了明信片之後 它就會幫你寄回去你想寄去的地址 我就選了這張 這張 冰之教頭 嘩,這麼冷寫字 完全是控制 如果自己的手 比我弄傷手指還壞 嘩 最大的問題 不是他寄不寄到去香港 是我寫不寫得對的地址 它可以有個印的 冷到寫不寫字 只是畫個公仔上去算 重新再印就這樣了 這樣外面有個冰油桶 有趣有趣 記了 我第一次在冰油桶裡面記信 就算去過冰島啊,芬蘭啊 都是實體油桶 冰油桶第一次見 Sekomato其實是北海道紮巾的便利店 所以作為北海道的冰城來說 在這裡有一間,又很合乎情理 喂,又有禮?又有這些東西? 又有麵包皮賣啊 我免得說過名字 大家猜猜如果在這裡說笑話有四字前嗎? 就是譚少用冰了 接著就再參觀冰之酒吧 他們沖飲飲也挺講究的 連那個Bartender造型都不錯的 好啊 先喝一口 嘩,這個主題是Nove啊 真的有戀愛的感覺啊 心寒啊 現在排了長龍了 因為準備進去冰教堂 嘩,現在的情況呢 是後面有一大班人啊 我們好像... 嘩,不要說話了 進去吧 嘩,這裡真的很漂亮啊 很夢幻啊 這個位置 難怪這麼多人排隊 我醫生叫我的手指敷多些冰啊 在這裡敷就適合了 整隻手堆下去搞定 在這個Ice Village裡面 這麼多個項目裡面 我相信最受歡迎應該是這個冰之教堂 你看,有多少人在排隊 但實在呢 進去之後看完 你就發現 這個冰之教堂是真是很浪漫 和很無幻的 這個是冰之影院 看完吧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冰之教堂呢 不知道如果冰之教堂裡面 會不會有冰馬湧的朋友 冰馬桶呢 沒有! 拜託! 不要! 不要! 嘩,這個位置好漂亮 開始有點燈亮著 我們在這裡都玩了 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想你如果真的再過來玩 一家大小的話 兩個小時就不少了 真的提醒大家 因為這裡是晚上 現在-12度 在這裡玩兩個小時都真的 很冷 所以大家一定要穿舊衣服 穿舊衣服!穿舊衣服! 第二天早一早 就由一個非常醒神的早餐開始 吃早餐的地點是森林餐廳 這個Lininu Puri餐廳 我十年前已經來過了 不過當時來的時候 天影黑了 看不到外面的風景 今次終於回來這裡 可以看到一個日頭外面風景的環境 其實今次就很滿足了 看看早餐的設備是怎樣 先試一下吧 因為我不可以兇肚吃早餐 所以我通常早上吃到這麼多東西 所以這些豐富的早餐 其實我都是選擇部分去吃 但無論如何來到北海道 我就最想喝到牛奶 喝多一點 一渣渣就喝吧 隨著太陽升起 其實風景越來越漂亮 剛才也太暗了 通常我來日本都是吃日式的 但吃了幾餐之後 今次早餐想吃西餐 不過今晚又會想吃日本的 哇!這個劑多士好吃 它還有奶油給你選擇 或者是加蘋果果醬 另外叫了烏龍麵 我喜歡喝湯 叫了湯喝 磚頭還可以吃雪糕 雪糕也蠻好吃的 喝一杯奶 準備出發吧 說回房間設施 星野兔摩無度假寸住宿分兩邊 裡面是高一點的兩棟 即是我住的Litsunare 另一邊是近些冰枝教堂的The Tower Litsunare這邊價位會高一點 房間也會大一點 The Tower這邊價錢比較親民 感覺上店舖也會比較多賣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這裡有一個暖水泳池 Mina Mina Beach 被怕冷的人在玩 不過今次我居然可以被邀請 進去絕密的女湯那邊看看 絕密女湯的畫面 說明明 我是授權進來的 你們不要進來亂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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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嘩 這個風雷正 不用走 這裡叫做木林之湯 來到星野兔媽媽 當然要進去水之教堂參觀 這個教堂出自世界級建築師安藤忠雄的手筆 一般來說 只是晚上八點半至九點半才可以進去參觀 我又很幸運可以安排到下午進去看看 今次已經是我第二次來水之教堂 我一向喜歡比較簡約的建築設計 所以一向我都很喜歡安藤忠雄先生的設計 之後我去旅行都會刻意去留意他的作品 我晚上再去參觀一次水之教堂 明天我就繼續滑雪了 今早一早起床 我們搭纜車上山頂 本身就安排昨天上山 但是昨天 你們看到昨天的畫面是大雪到瘋 所以今早好天 我們又今早才上山 上山就可以看完風景 另外上面有一間很美的café 而我呢 完結之後就會滑雪 下山腳 見回星野酒店那幾座大廈 畫面真的蠻月木的 去滑雪之前 介紹山頂的打卡位給大家看看 挺有趣 有幾張椅子 但是怎麼上去呢 是不是這樣 爬梯上去 就是這樣爬上去 上了上面 不捨得下去 因為上面的景都蠻美 而且最主要是 凍到都不想再動 我上次來都沒有這個設施 這幾年他就建了一個棧道 天空站道 我叫他 其實他就希望呢 可以在這裏 好像在一個天空的感覺 看著呢 其實星野度假村這裏 整個環境的 那當然 因為現在很大路 就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都沒有影響 其實在這裏走過 很夢幻的感覺 而星野集團 也是第一個度假村 在這一類天空站 這個雲海蘇打 700日圓 雲海雪糕 又是700日圓 這個雲海咖啡 600日圓 然後 還有雲海 麥克蘭 上來山頂咖啡 這裏有很多特色的食物和飲品 全部都是以這裏 霧冰的巧克力 霧冰的飲品 霧冰的飲品 霧冰的咖啡 還有一大塊雲的飲品 真是一塊雲 這個雪糕和特飲品 買來打卡真是一流 就算不懂滑雪 都真是可以上來這邊 看看風景 吃下東西 再打卡 不過雲海咖啡 都真是幾多人 要預期時間霸位 因為昨天我滑雪的時候 Gopro 就非常合作地手機 它永遠都會在我最重要的時候手機 Gopro 可以說是我用過攝影器材裡面 最差的品牌 今天再畫一次 風都比較小 這次我找了我們的首領 十項全能 關懷備至 能歌善舞 的Taisan 和我一起畫 他會幫我拍影片 其實不懂滑雪 都可以租這些Snow Card 滑雪小車仔 租金是三千元一天 其實都很久沒有滑雪 本身都是不厲害的了 經過疫情之後應該就生疏了 看看究竟有多生疏 出發 看下去是否好像畫得不錯呢? 但是記得看幕後花絲 你們再給意見 這兩集的北海道之旅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Like、Share和留言 下集再見 拜拜 現在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投資課程 但Jacky的權有聚會 就一直靠口碑做了15年 他的學生很多都成為了他的老友 權有聚會是每個月舉辦的期權講座 Jacky會分享他這麼多年來的期權買賣心得 以及分享他到底是怎樣減低投資風險 運用期權去做投資 講座的資料已經放在info box 大家按進去就可以找到Jacky的報名了 其實我昨天有一段是很完整 很成功地把Beginner Cross 在不跌的情況之下 從頭到尾 但是GoPro非常之不爭氣 沒辦法拍不到給大家看 今次看看我多久才跌倒 跌倒了 究竟可不可以在那裡爬起來呢? 哈哈哈 不要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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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沒有夢來拜登 你不要衫車 ちょ Patientenstepped 三星期間